师尊杜洁 闲人误入 放射 这么准了 师尊杜洁 留死医生 你小师妹功力唱钱 师叔们这要上去帮忙 你适何居心 真是早又不尊 快快给我上去 各位师叔 九转雷劫 不是你我能靠横的 师妹乃通灵之体 还请稍安 不走 不好 恭喜老天师 不绝成功 老夫在人界 停留的时间不多 今日召集你们四人 便是宣布 下一任大天师 张楚兰 晚辈张楚兰 拜见 各位师叔 望各位 守望相助 辅佐张楚兰 守护大夏龙脉 尊先师否议 张楚兰 你给我让开 师叔 你这是何意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师尊杜洁 天师府内 必留下雷劫后的天道之夜 有 那还不给我让开 不让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师叔 我不客气 请 请 师兄 师兄你没事吧 师兄何必苦苦挣扎 师妹这就帮你抵托 张楚兰 你就痛痛快快的去吧 这辅主之位 只能是我的 摸骨项面 五卦算命 不准不要钱 哎哈哈 撑算命的给答应我 好算一卦 不算啊 不算 信比朗金咋点仓位 我关你今夜 血光之灾 血光之灾 大哥 干什么呢 大哥 大哥 这笔崽子说你今天是血光之灾啊 你的小弟砸了我的摊儿 得赔 镇北王府遇刺 镇北王 你家亲戚啊 啊 不是 不是我说你这个臭酸命的装什么逼啊 今天这个谁有大哥喝的酒 臭酸命的 刚刚我们老大跟这么多龙在歌曲 你还不赶紧跪下来磕头道歉 我没这习惯 看他都下破胆了 嗯 呵呵呵呵呵呵 你就说吧 啊 我都准备接受你那 阿谀奉承的鬼话 哎 我看你呀 是天爷之庆 无法信放 打 往死里打 做你 王爷你怎么来了 老夫镇北王拜见大天使 王爷 这他 怎么 王爷当面 谁允许你站住说话 带王御赐的招牌就放在这 你闲了眼吗 请敢再次闹事 拜见王爷 我以为他是假冒的 你现在 信了吗 信 信 算命的 不不不 天爷大人 穷英帽把我当个屁 放了吗 调调小丑 请敢骂了天使 回来 谢谢王爷 谢谢天使 事情办的如何了 回北天使 五年前 你失等以后 连牧雪在问宣称 你死云走火入魔 现在天使府 听命于他 师兄何必苦苦挣扎 师妹这就帮你紧通 林陆许 中有一人 我和西林平师父 我不臭血汗 嗯 天使 这是你需要的 潘龙山 另外 深圳称南的项目 我已经让何总督交由 上官家乘接了 这些年辛苦你了吗 为天使效劳 是老父之荣幸 万死不辞 又在那里有什么好险 赶紧回家 我有事跟你说 好 我马上回来 国宴 刚刚接到消息 今晚是三官小姐的 生日宴 当三官家 却准备在生日宴上 微墟 出什么 你帮我被几位破礼 我要告诉整个江城 天使不可辱 书颜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 你这是干什么 你这个废物呀 怕是还不知道吧 过几天出延着生日宴 我爸决定在生日宴上废序 到时候呀 你这个废物 就要被我们上官家 扫地出门了 过了今天你就离开上官家了 虽然你一事无成 但我们中学也做了五年 这些钱算是对你的补偿 书颜 我们过得好好的 你 你真的要跟我立功吗 五年了 我也累了 我的男人应该是给 什么人家助力 而不是像你这样 整日有手好险 是 我是有手好险 一事无成 我看你最近挺累的 没心疤 我还是先把药品住了 别把你这套照谣状片 带到家里来 你做这些是没有用的 你赶紧把钱去测了吧 三百万 就算是三千万三个亿 只要我想要 有个试人说我够伤 你的怜悯 我不许要 你这个废物 还算有点自知自明 我女儿的钱 你不配拿走 妈你们怎么来了 你这个丫头 还好意思说 无少打理电话 你怎么不接啊 还背着我 给这个废物这么多的钱 你傻不傻呀 这什么 你个废物 挖个破树根干什么 你个废物 没事挖个破树根干什么 八成是知道自己 要被赶出上官家 想点歪手段 好好说言爸 还不赶紧拿锤去扔掉 真是晦气 好了 不管他了 无少 你找我有事吗 书彦 我娱乐市正经的林主人 明天 我带你去见你 诶 对了 有时间吗 我们聊一聊 好 看到了吗 哎呦我 只有无少这样 年少有为的人啊 才是我女儿的两派 可不是你这种 只会招摇 撞骗的神棍能笔的 是吗 怎么 你还不服气啊 我可告诉你 无少可是帮我女儿 拿到了市政局的项目 你能吗 你呀 你和无社的一根寒毛 都比不上 你是说我无事 虚帮诗原 拿到了市局的项目 扯淡了 无少 这次真的谢谢你啊 你我之间 这么说太可惜了 再说了 我表哥可是镇北王府统领 拿下这个项目 还是轻松加以快 李主任 李主任 自然是要签的 但这签字费嘛 林主任的意思是多少合适呢 不多 历程的理论 书妍啊 这些也都是合理的伴手 这将林主任也是出出不少利 太笨了 我答应 书妍 别答应 书妍 别答应 他们这是敲诈 你别听她的 我已经和总督府的人说好了 今天晚上就会有专人找你签约 是不是书妍把你扫地出门 把你自己的神经错乱 就凭你 也被和总督府的人打扰 你背 张初兰 我知道让你离开上官家 对你来说是有点残忍 但是你能不能清醒一点 你帮我拿到合同 你觉得我会信吗 这个项目是吴少帮我拿到的 跟你没有关系 赶紧出去吧 既然吴少这么有能量 那为什么要和别人吃拿巧药 中饱私囊呢 你这个废物 打点关系 自然是要付出代价的 善官小姐 看来你们善官家没有什么诚意呀 连你们家养的一条狗 也该在这儿跟我张牙无掌了吗 不是的林主任您误会 不用解释了 等你什么时候想清楚了 再来找我谈合作吧 林主任 张初兰 你为什么要害我 这可是我心情恐怖争取了大半年的项目 树妍有什么解释的 有什么好解释的 我妈说的没错 你就是一个废物 不是 树妍 是 张鼠兰 这辅主之位 是我的 我终于打开了心魔 恢复了实力 树妍 我要让你知道 我能给你想到的一切 恭喜恭喜啊 恭喜恭喜啊 人倒是 干嘛 大家又一切 今天啊 可是双喜临门 不仅是我丫头的生日 更是她龙龟单身 迎接新生活的好日子 今天可不止是双喜 我听说吴绍把价值实义的陈兰相交给上官家 你们上官家飞黄腾达 指日可待呀 没错 希望以后上官家族能够引荐吴家 跟我们大家认识认识啊 是啊 恭喜啊 我的好妹妹 不仅踹开了那个废物 而且成功地棒上了吴绍这条大腿 真是可喜可贺咯 是啊 好说 好说 大家稍安勿躁 吴绍一会儿就到 好 对了 傅言 你也说两句 谢谢大家的厚爱 来参加我的生日宴 好 好好好 大家静一静 我有一件事情要宣布 今日 我要替我的丫头 废序 令责良人 好 哈哈哈哈 两个废物人呢 死哪儿去了 他呀 估计知道今晚会被少递出门 没脸来 自己跑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你这个神棍竟然还知道给我的好妹妹准备生日礼物呢 来来来来 让我看看你空门拐片到了什么东西 苏妍 这块和尸币可以保温你事业一盘风顺 送给你 祝你生日快乐 好你个白眼儿了 苏妍这些年没有亏待过你吧 你就拿这么个破烂玩意儿报答她的 你这个破烂玩意儿 你竟然说是和尸币 你是当我们真的傻 还是当我们是没见过世面的土狗呀 我说怎么不好意思让我看呢 原来是想拿一个假货烂鱼冲树呀 来来来 大家看一看 谁不知道和尸币是天师府的博宝呀 就凭你 有配 那是你没见识 你 竟然拿个假的和尸币出来骗人 你这个废物赘序 果然如法金潮文这般 烂衣服不让墙 谁说不是呢 够了张初朗 罚众取宠不会让我高看一眼 只会让你更难堪 你别得白费力气 我们终究不是一个世界的 苏妍 你别跟她废坏了 让她签了你不会洗衣服 你滚 苏妍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 你还是不愿意相信我说的话吗 姐姐你为什么要是来相信你啊 好 敬送 苏妍 生日快乐 胡少 谢谢你啊 苏妍 这是我专程找大师开光 为你请来的佛牌领域 价值五百万 苏妍 戴上她不仅可以静心凝神 更能祝容养颜 谢谢 吴少 你可真是大手笔呀 不像某些人 送给我女儿的礼物 竟然是垃圾堆里捡来的破烂 伯母 我们可是上流社会的人 退下等人 不要太苛刻吧 吴少可真是心胸宽广呀 可不是吗 某些人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刚刚搅黄了苏妍和董督府的合作 要是再封一次啊 我们可承担不起啊 什么 合作被你这废物搅黄啊 可不是吗 我刚刚带苏妍去找林主任签约 这个废物啊 一见到林主任就辱骂了 林主任一戏之下就离开了 果然是尘世不足 败事也许 这种废物 你们上官家 早就应该把他赶出去了 可不是吗 要是我呀 杀了他都不足以泄恨 可惜啊 上官家 育黄腾达的美梦破碎了 你这个废物 你这个挨牵刀的 竟然毁了苏妍的前层 我打死你 妈你干什么 打死他 那可就太便宜他了 就应该打断他的狗腿 哎 把他拖到林主任面前谢罪 哈哈 被人当傻子耍还不自知 可笑 你 书妍 我说了 我已经和总督府的人说好了 他今晚就会有专人来找你签约 张楚兰 你够了 对你太失望了 书妍 我刚才又找了林主任争取了一下 这次不要把握住机会 哎哟 你们这儿好热闹 上官小姐 考虑的怎么样了 林主任 我 哎 现在的签字费 可是这个数 什么 五成 书妍 五成的确不少 但是毕竟我们三番两次麻烦林主任 总该要表示表示 总督府的项目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 你这个跑腿走狗 也敢和我老婆狮子大开口 还敢在我面前狗叫 既然这样 签字费六成 少一个字都不行 对了 不仅如此 我还要上官书严安 我睡几晚 什么时候把我赔舒服了 什么时候再签约 你找死 你 废物东西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林主任 你没事吧 滚开 城南的项目 你们上官下的鞋枪药了 来人 我把他腿 歇了 你 你想干什么 你别过来啊 我跟你讲 大书林敏润 你完了 你你你完了你 你完了 张楚兰你够了 赶紧跟吴少林主任道歉 舒颜 你到现在你都宁可护着他不相信我吗 我相信你什么 相信你野蛮 无知 这么长时间了 你什么时候帮过我 你个废物 还不赶紧给我过来签字 好 这婚 我离业 项目的合同 就当是我爸打当年的救命之恩 从此之后两步向前 总督大人到 我要总督到 公平总督大人 应该怎么在这 林主任可是要总督府给上官家的项目补成的利润 能不来吗 大人我知道四郎大人 我我一时鬼迷心情 我再也不敢了 真的 滚 大人总督府竟然有你这个败类 从今天起 你被隔职插到了 不滚 我这受人所多 来送城南开发项目的合同 这这个非我说的竟然是真的 哎呀 蓝啊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你和总督大人认识 你怎么早告诉我呀 你真是让我这么跟你担心 我可不认识什么土鸡娃高 总督大人 那您是 我这受郑北王府所多 前来送 就是那个为龙国开券客图 平定北境的郑北王 我就说一个摆摊的 也配让总督亲自来送河 原来是窃取了我的劳动成果 来借花献佛呀 哎 吴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众所周知 我表哥是镇北王府统领 这个像 是我表哥一例促成的 区区一个统领 也能促成价值十亿的合同 他配不 他不配 难道你这个臭审问配啊 这么说来 你就是一个 替别人成果的 道不气的发 张楚兰 事到如此 你还不赶紧跟祖宗大人还有无上道歉 一个糊涂虫 一个无耻之徒 也别让我道歉 何总督 你怎么不问问镇北王 这份河头 到底是看在谁的面子上 王国 不过是一个区区的 入罪的废 也敢在我面前成能 来人 镇北王喝礼的 镇北王府送上 千年雪山湖一珠 海洋知心项链一枚 王思埃斯古斯特一亮 恭恭上官小姐生日快乐 何海 你好大的胆子 千年红山湖 北极之心的项链 这两样 可是在镇北王府 当做至宝啊 没想到连镇北王府都惊动啊 这个老头 那都是 你真的是镇北王 你这个总督 是不是不想干了 老夫这么多年 没出来走动 你们这些人 都不知道江城姓什么了 镇北王来了 我让你把合纵送到上官家 你却在这里 耀武扬威 耐用之权 大人 小人认错 我快管 是 快走 见过镇北王 王爷协力无前来 真是让我们上官家 澎湃声辉 是啊 是啊 镇北王 快请入座 我刚才听说 有人把伯伯 何时比 丢在地上 谁这么大胆子 王爷 这不过是那个 废物送的破烂而已 那能是真的 何时比呀 是吧 怎么 你觉得老夫眼瞎了吗 这份何时比 他的价值 远远出份老夫送的贺礼 你们上官家 真是悠眼不水真笼 这怎么可能 这个废物送的 怎么可能是真的何时比 滚开 先生 行了 就先这样吧 无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您不是说 是因为您堂哥 是镇北天王手下的统领 你才会将这份合同送给我们上官家的吗 怎么感觉 他好像对那个神官 特别恭敬的样子 你别别 我会 这份合同 还有这些贺礼 是白王看在张先生的面子 送的 小小一个都统 配让老夫下令 小小的无家 好大的胆子 想遭死不成 王爷 王爷 小人之处 您让你们无家 为国有功的份上 今天就放银吧 再有下次 嗯 小人知错了 还有你们上官家 再替废墟一室 就自己开始办吧 谢谢王爷 谢谢王爷 先生 我先告辞了 我送你 但是 老夫有一孙女 如一般在边陲征战 昨日 一开旋而归 老夫兜胆 请天师 守我孙女为徒 道不可清纯 我考虑考虑吧 多谢天师 天师 我孙女明天晚上 去办一场 庆功宴 犒赏三军 希望天师能赏过 好 张楚兰 张楚兰就是个 康宏百佩的神棍 怎么能带是 这个老家的大人物呢 不可能 这件事情 一定有蹊跷 你们谁见过这美王 就连总督大人都没有见过 昨天那个老头 一定是他请来的演员 来扛过来 肯定是的 这个废物啊 知道我们今晚要废墟 所以就找个人 来给他撑场面 这个废物害得我 被打了一巴掌 等他回来 我一定要他好看 咱们家不是有一笔 黑龙三会的烂葬吗 正好呀 让他去要 也好让黑龙三会 给他这颜色瞧瞧 妈 你们别太过分了 出来啊 你认识镇北方 这么大的事 怎么不早告诉我们呀 我们要早知道 你认识北方 那黑龙三会 那笔欠账 他们还敢迟迟不还吗 爸 那可是黑龙三会 本来就是一笔坏账 你这不是不以为难他吗 他不是很能的吗 能请的都用 这美王那样的大人物 这点小事 应该难不到他吧 你也吃不吐了 项目开工 不是正好需要资金吗 正好拿回烂两千万 投机项目你 今天的事 是我对不起你 这件事不用你管 我自己会处理 有些人不会是怕了吧 太怕露馅 不敢去 是不是有了这两千万 项目就可以动工了 黑龙三会吃人不吐骨头 那两千万根本就拿不回来 你可千万别犯傻 等我消息 站住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来讨战 你这样的人 我黑龙三会怎么肯定欠你的钱 头头头看一点 我输三个输 白开 你知道怎么会有尽量不得已 我可以做 太多了 不是 我最讨厌的 有没有尽量 我看来 这算下来 有没有尽量 结果 不是 我现在 啊哈哈哈哈哈哈啊 哈哈哈哈 啊 今天晚上 你们把老子 伺候叔父了啊 这些钱 都是你们的 啊哈哈哈哈 真气啊 啊 江坤 来你不呢 听不懂 我是来讨债的 在我们大夏国的土地上 说大夏 你找我江北讨债 欠上官家的两千万 连本代理还给我 你可以继续玩你 那你 上官家底儿肥了 敢找我江坤要钱 活命了 不过 老子今天心情好 上官家想要钱 也不是不行 我听说 上官家小姐才冒双语 是江城第一名 你让她滚过来 给我睡一道 钱自然会打你的 很好 再给你一次机会 还钱 八蛋 你敢打我 人呢 啊 你小子 都留下什么了路 啊 还钱 或者死 好 好 两倍带力 三千万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表情了 赵队长 有人来我黑龙商会 闹事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这个废物 还真是神通广大呀 能从黑龙商会 活着回来 活着出来又如何 要不回来钱 照样还是废物一个 还不如死在黑龙商会 说不定啊 还能赔给我们上官家 一笔上葬费了 钱呢 要回来了吗 连本带力三千万 你看看 这 这怎么可能 这个废物 还真的把钱 要回来了 这可是吃人不吐 过头的黑龙商会呀 这支票不会是假的吧 他怎么可能 能从黑龙商会 要的回来钱呀 看起来这张支票 不像是假 你是怎么做到的 伯父伯母 你们还是刘慧心呀 就凭他这种废物 怎么可能 从黑龙商会 要的钱 无上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已经调查过了 郑北王一直 就没出来走动了 他再来 恩一战将的庆功宴 做准备 所以说 昨天那个老头 一定是他 请来的演员 框 无上 你的消息 可靠吗 我表哥可是 跟随恩一战将 北规的统领 他在边关建功立业 有资格参加庆功宴 他说的话 难道有假 那这张支票 至于这张支票 所有人都知道 从黑龙商会手中要钱 那是虎口巴牙 就凭他一个摆地摊的废物 他有这种能力吗 所以这张支票 一定是假 这张支票 是真是假 业影就行 你不行 不代表我不行 吴少都已经猜猜了你的把戏了 还在那里死丫子嘴硬 真不要你 伯母 为了这种废物 戏坏身体不值得 我知道你想贬低 我在树颜心中的存在感 好啊 你做到了 这张支票是真的 你满意了 但人也有自知之明 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还是少出为好 害了自己睡想 得了连累书颜 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很清楚 但是想获得别人的尊重 你还是得好好做人 书颜 朽木不可刁业 还是不要白费力情 这次来 我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吴少 你有什么好消息 托我表哥的福 他将在恩义战战 今晚的星宫宴上 加关进绝 因此我吴家 也有资格采加清 那恩义战将也会清联现场 没错 书颜 我今天来 就是为了带你一度 你偶像的真容 不愧是吴少 到时候 能不能也带我们一起去 见见世面 伯母客气了 这种宴会 虽然有门槛 不过既然伯母你开口 那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 这个废无故事 一个小小的星宫宴 想去 很难吗 你怎么会有恩义战将 庆功宴的邀请函 那还用说吗 有的人哪 真的本事没有 坑蒙拐骗的本事 那可真是不小呢 废物 你胆子不小啊 之前你当作我们的面 弄虚作假 也就算了 现在竟然连恩义战将 庆功宴的邀请函 都敢造假 你想死 就死远一点 别害了我女儿 没想到你这么虚伪 踏踏实实的做人 有这么难吗 书业 本来我在你心目当中 是这样的 书业 我们是上游社会的人 对于这种无流的废物 没必要好的心神 还是想想如何 跟战将打好关系 一点自私自民 都没有的分意 还不快滚 你们这是准备 让他滚到哪儿去 赵队长 鼻子买了 自然是为了他 赵队长 这个废物是不是犯了什么事 他跟我们三官家 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张楚兰 你寻衅滋事了 殴打黑龙商会的成员 现在 本队长将你缉拿归案 你确定了抓我 赵队长 他虽然做事鲁猛 但是黑龙商会欠贤在先 他也是被逼无奈 书严 要再没必要打人吧 他既然打了人 那做好东大牢的准备 你先陪和赵队长好好改造 我马上给你请医师 不用了 我跟他去一趟就行 带走 禀报大人 执法队赵子康把天使抓起来了 什么 好大的胆子 戴战罪我应有天使 是 小子 老实交代 争取团大处 有人替我交代 小子 你以为 我不知道你的底线 你不就是上官家的一个小小的坠续 露到了什么时候 你还指望着谁 回来老母 老公子 好一个吃饭的队长 商先生名正言分讨在 到你这里却撑了 学生姿势 是非不分 竟敢抓人 好大的胆子 你是真美王 打下 电视 让您受惊了 镇北王替我交代 大人饶命了 我只是一只骨头 为杰热给蒙骗了 老实交代 真去 我全都交代 是将军 将军他骗我 说您 闯了黑龙商会抢他的钱 我是理工行星 这才冒失了 把人给积压了 我知道的 我全都交代了大人 大人 大人 大人您明察呀 大人 确实不是 直发者应当闭公主 所以我下次 绝不勤劳 是 是 哎呀 多亏了吴绍呀 不然 我们这辈子 怎么能见到这么大的市面呀 老母太客气了 树颜 一会儿 你就可以见到你的偶像 谢谢无上 你就是 上官树颜 黑龙商会龙野 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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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项目 我们黑龙商会已经内定 不管你是如何半路结合 只要你把项目交出来 我都可以当做无事发生 甚至 你还可以交到我这个朋友 否则 你 和你的上官家的结局 都会很惨 快看 黑龙商会的龙野和管制将军 找上上官家了 上官家这下麻烦了 被黑龙商会的人定下 这可只有死无一条 麻烦 吴嫂 你神通广大 快点苏颜求求秦呀 龙野 我是吴家吴甚虚 苏颜是我威威公门的妻子 不知能否给吴家这个面子 就不要 吴家算什么东西 也配上龙野 买面子 好 徐会长 我表哥可是恩义战将手下的统领 今天这庆功宴 他将加官进决 即便是你黑龙会 也要给我三分不灭 没错 现在的吴家可是今非昔比了 我们上官家和吴家密切合作 难道你们黑龙商会还想抢抢不成吗 龙野 多个朋友多条路 您就高财归手 放我们上官家一马吧 叹娘的 给你们脸了 敢这么和龙野说话 龙野 这个项目是我们争取来的 你们黑龙商会家大业大 何苦对我们上官家苦务相逼呢 学长们的 你们 有一点意思 来日方向 今天 我买你们一个面子 放过你们上官家 一马 只要你 伺候好龙野就行 向坤 你真是死心不改 夏杂岁 没想到你居然从赵队党的手里逃了出来 但我告诉你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龙野 就是他 闯着我们黑龙商会 不仅打伤了我和兄弟们 还拿走了我们三千万 好 敢打我 人贵的钱 你吃着修行包子 行李呢 知道是什么后果 能有什么后果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小子什么来动 竟敢顶着龙野 敢在龙野面前装 这小子 死定 死定了 他既抢别人的钱 又杀别人的人 要我看啊 这肯定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是在牢里吗 好你个扫把心 居然得罪那龙野 你是想害死我们上官家吗 龙野 龙野 你别误会 这个废物和我们上官家 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你要算账的话 你找他算 你搞混账东西 坐监犯客抓紧些已经算了 巨人还敢越狱跑出来 在龙野的庆功宴上 冒犯龙野 你还真是无可救药啊 本来你只需要蹲紧 那将是你改过自新 重新做人的好机会 现在好了 死不足惜 看来你们都巴不得我不出来了 小杂子 你侥幸出来了 不夹着尾巴做人 还敢跑来送死 谁给你的勇气 非我少说 要么换钱 要么死 完了完了完了 这小子肯定 龙野手里一辆刀 阎王殿里来报到 这下可有好戏看 龙野 张楚兰他不懂事 还请你高抬贵手放他一马 树野 你快回来 妈 哎呦 这个废物他自己早死 你就让他去死好了 你可别把我们上官家也给搭进去了呀 他就是个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扶不上墙的烂泥 为了这种废物 不知道 无少 我知道你的好意 但我不能不管他 丑婊子 这是你立牌坊的地方吗 给老子滚开 否则连着一起收拾 我最讨厌别人用枪指 我的头 别了 赵队长 赵队长 这个废物越狱了 你赶紧把他抓住 严惩不带 放你娘的屁 滚蛋 张先生是无辜的 真正作奸犯科的 是他们 来人 带走 来人 带走 这女生 人这些的人 当然是来缉拿你归案 我劝你最好乖乖的束手就行 不然的话 我再给你加上一条 抗拒执法罪 赵子康 给你面子叫你一声赵队长 一区区执法队 在我眼里 算个B 这么说 你是真的打算抗拒执法 老子是黑龙商会会长 你敢等我 明天就带人平了你的执法队 赵队长 要是需要帮忙 随时说 张先生 不用 来人 带走 谁敢在庆功宴上闹事 封统练 我们在这儿 缉拿药饭 这是恩一大人的庆功宴 哪里来的药饭 你有缉查令 这 封统练 这位少帝长 一眼不合就要在庆功宴上逮捕我 分明是不把恩一大人放在眼里 够了 我不想看你们狗咬狗 来人 都把他们给我轰出去 宋统练 这 宋统练真威风 真不愧是要加官进权的 这一次吴家可谓是一飞冲天了 我们走 表哥 吴上 这就是您表哥呀 真是一表人才 表哥 这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的上官家 这位就是上官舒颜 还不赶紧给宋统领道谢 要是没有他 要是没有他咱们可就麻烦了 谢过宋统领 去去小事不用放心上 表哥 我还有一些禀告 有人伪造邀请函 汇入庆功宴 什么人敢这么大胆 就是他 表哥 结果是上官舒颜的老公 把他做掉 谁就是我的了 好啊 竟敢伪造邀请函 混入庆功宴 我看你就是敌境刺客 想对恩一大人不轨 给我抓起来 一个小小庆功宴的邀请函 我何须造假 再说 你确定要不分青红造白 就要抓我 我堂堂恩一战将手下的统领 抓你还需要理由 张楚兰 赶紧跟宋统领道歉 并保证以后再也不犯了 舒颜 我这个邀请还是真的 我何必要跟他道歉 还敢狡辩 给我抓了这个帝国刺客 怎么回事 这小子今天彻底完了 恩一大人亲临 这下看他还怎么张狂 大人 有人假冒邀请函 混进庆功宴 小人怀疑他是敌国的 间隙刺客 正要逮捕他 大人 我是吴统领的弟弟 就是这个人 胡作非为 你说他是敌国的间隙刺客 没错 你说这邀请函是假的 很有证据 凡是只有邀请函者 皆为贵 不容置疑 你就想这样的抓起来 你又说他的性供验者 胡作非为 我没看到 什么都没看到 身为本将的统领 无假虎威 专横跋扈 罪不可恕 大胆 爷 找不到这位 是一位大人物 天宗奇才 横下一世 我看他奇貌不扬的 真有这么厉害吗 即便是我 都要对他毕恭毕敬 我已经邀请他 参加你的情供宴 此时 你有各位注意 千万不要责罪他 好了好了 爷爷我知道了 大人息怒 属下之错 属下再也不敢了 丢人现眼的东西 给我滚出去 今天晚上的赏风 与你无关 至于你 滚回训练营 刷半年的厕所 爷大人 不要我 我知错了爷大人 废物东西 我被你害死了 将他们带出去 这才是真正的恩义战将 出来 你那邀请还是真的 他怎么可能 跟恩义战将有关系 恩义战将 只不过是 见不得别人 败坏他的名声而已 第一次见 感谢诸位参加 本将的庆功宴 本将军务繁忙 来晚了 聊表歉意 天师 我派了人去接你有事相求 知道了 今天终于圆梦了 可以看到恩义战将本人了 是啊 这次呀 多亏了吴绍 可惜啊 出了这么当子 都贵了废 行了 到时候吴绍 一定会找他的麻烦 最好是现在 先把婚离了 免得吴家 迁怒咱们绍公家 你们看那个人 怎么那么像张楚兰那个废物 我 公主天师 里边 我昨天晚上没有睡 能等一个奇怪的女人的声音 全身忘却 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影子 有福古之区 我坐在哪里 看那么大 我担心非误了 你去冤枉的时候 也判到一个男人 以你的实力 能在你眼皮的铁作妖 绝备场 天师 天师 有什么发现 这幅画是谁送给你的 前几天何总都送的 私送刮上以后 我就感觉到阴森镇的 那就没错了 天师 您是何意 有人在这幅画中 布下了天罡七煞灭魂阵 配合妖法 不仅截断了你 镇北王府的气韵 夺走了生机 引来了七煞 这是叫你 灭门绝魂 还请天师出手 救老夫一命啊 我来了 自然会救你 好 你且离远一些 画中无景 画中无声 画中取命 即是画中仙 监师 妖相戒 明完不灵 既然如此 那我便直接灭了你们 竟然能吃破我的事 实不然又可 竟然这毛铜小子 不想让你苟韬光养晦 那你我就不必遮掩了 杀了他们便是 监师 这 这是人是鬼啊 幽灵而已 不必慌遮 好大的口气 饶我清修 庶子 以死谢罪 我要他的金破 你本源为师 只是精气受损 稍加疗养 即可恢复如初 您又救了我银病 上次 说殊途一事 不知您意想如何 上次 说殊途一事 不知您意想如何 我答应了 天使大恩 请再受我一拜 爷爷 怎么连我的庆功宴 都不来参加呀 爷爷 爷爷 谁给你干 可说王爷如此大 是你 来王府做什么 寻求自保吗 你怎么说话的 这位 是我们一起的师父 我横压北境 乃当事的匠心 能当我师父的人 我看还未出生吧 你嘴 也是 行了 既然看不看我们师父 在下告诉 站住 把刀放下 王爷 我让你把刀放下 这是王令 请天使赎罪 老朽年年七十 四这师不多 看求天使 收安一为徒 安一结令 战备王令 五乡占尽安一 拜张楚来为师 敢不曾退出北境军 永不起伏 接令吧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但是想要做我的师父 就必须得让我折服 敢不敢 比一场 胡道 好 那你想比什么 就比武技 你要是输了 就是欺骗郑北王 按律 压入死牢 那我要是赢了 笑话 我们恩一战将 以兵法武技文明 你个毛头小子 拿什么赢了 你要是赢了 那我就乖乖地拜你为师 侦察到小 洗衣液背 敢欺辱我 找死 你输了 我不服 是我受伤了 你胜之不武 我镇比王府的人 输了就输了 说不起的话 就滚出王府 爷爷 我就是不服 等我痊愈了 我们再逼 这是我上次练丹剩下的 就当师父给你见面 你给我等着 让天使见笑的 无妨 恋武之人 就得有这股韧性 要是这么就认输了 我怎么可能 把那平原单给他 我 都怪上官家那群废物 孩子丢了风声 此仇不报 我是不为人 哥 你快想想办法呀 我不想洗厕所 这事不用你管了 我都安排好了 宋统领 好 好 知道了 知道了 爸 是不是宋统领 又要找张处兰麻烦呀 无数八道 分明是宋统领 他不计前嫌 说明天在月降楼 摆上一桌 庆祝你的项目开工呢 爸 您带我去吧 我项目实在是怎么开 这怎么能行 宋统领 他指明到姓的 让你去参加 你要是不去 我看这个项目你就别管了 交给娇梦吧 你怎么能这么做呀 宋统领好心百言庆贺 上官书颜 你别给点不要脸 我看不要脸的是你们吧 你 你这个废话还知道毁了呀 要是宋统领 让这美王把盒子收回去了 你让我们上官家怎么办 区区一个统领 掀不起什么大愣 嗯 大言不惨 爸 您不是就怕 宋统领会怪罪我 好 明天我去跟他赔罪 书颜 你不用劝了 这件事因你而起 我也有责任 我工资还有事 我要先走了 书颜 书颜 送了兄弟均匀否册 那个浪费你不要去 你觉得我是愿意去吗 我现在做的所有事 都在为你擦屁股 那让你还不明白吗 行 那我跟你继续 不用了 我怕你会惹出更大的难 找几个人跟着我老婆 妈她出事 宋统领 你可是答应了把城南项目的合同交给我 可不要反悔哦 我要兄弟 我做了精神 就知道宋统领最好了 我让你做的事做了吗 放心吧宋统领 明天 我一定帮你表弟 拿下上官书颜 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 好 辽哥 都听你的 哦 书上 宋统领 书颜 坐这 书上 你身上这味道是 书上 你身上这味道是 这 这不是听恩义大人的吩咐 去训练人办点事 这样 你们先聊 我去换身衣服 好 宋统领 昨天那事真的很抱歉 没想到会都会这样 无妨 我们两家是市教 不能因为这么点事就坏了关系 没错 哪有什么是一顿酒解决不了的呀 书颜 你说对吧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宋统领 我下午还有很多工作 实在是喝不了酒 怎么 上官小姐是觉得我丢了风赏 没资格敬你酒啊 宋统领 您误会了 我敬你一杯 这才对嘛 大家一起 这么快就喝上了啊 多不等我一下 上官小姐 我昨天为上官家出头落得云死下场 我想上官小姐 不会做事不理吧 您的意思是 上官小姐是不是给我尝尝呀 宋统领 你交代我的事呢 我都已经做了 来你的好消息了 你本事的事情 想清楚了 爷爷 张先生给的那杯担药 太神奇了 不仅把我的伤治疗好了 他还让我的实力 大大的提升 这样的高人 你怎么不早点介绍给我 哈哈哈哈 这些也不说是谁 嫌弃他那种 行了爷爷 张先生快到了吧 我已经跟他说了 很快就到 王爷 还有几点上官小姐的汇报 商路出事了 张先生正在赶上的路上 谁敢逗上官小姐 都死 看什么呀 上啊 赵哥 枪不好吧 疏人他 废东西 一点男子气肯 你不来 我来 什么人 我们是正本阿富的人 总统领 我劝你好之为之 立刻放了上官小姐 是你帮死 你当我是傻子吗 赶紧跟本公主护进去 现在回赶 还来得及 否则宋家会因你 悲飞烟灭 张先生 你现在还是算了 黑汤 真的是正本来死人 我看你这是蠢家了 善官家要真有 正本王府的关系 又何必连黑龙上卫都考虑 只弥补 找死 就你们这种实力 还敢自称是镇北王府的人 老子在边境厮杀的时候 像你们这种货色 宰了不下属实 今天我们兄弟二人 就尝尝这江城第一美人的滋味 你们干什么 你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我老婆你被两个嚼死 够杂碎 你害老子丢了封赏 老子今天给你点颜色看看 够东西你别过来 过来我就先杀了他 放了书院 你当我傻呀 想要他活命 你就给我跪下 跪下 我知道你能打 但能打有个屁用啊 老子一声令下 十几万 每人一口 肚子都能淹死 放了 服务官把你老婆给我奉上 我能饶你 放了 服务官把你老婆给我奉上 我能饶你 你可以试试 是你的手快 还是我的枪快 好一个威风灵灵的宋空灵 王爷 快带 王爷 恩医大人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再不来 你怕是要不破天了吧 徒儿恩医见过师父 你欲笑不言 我对你这个徒弟 很不满意 徒兰 救我 你不要走 书彦 你放心 有我在 这里交给你 记住 我要吴家 死 李 你送我师父 是 王爷 他不过是上官家的一个废物追逐 怎么会成为恩医大人的师父 他不仅是阿姨的师父 也是百亡的救命二人 老爸就都来不及了 你有几条命 跟着他家人 王爷 我不知道 我要知道他是您的救命二人 你跟我适合他 我也不敢对他不信 你现在知道完了 来人 在 把他打入天牢当死 还有吴家 女俏不敢 超木家残 把所有的人下狱 是 表哥 这老头 真是郑北王啊 你看看清楚 他是恩医大人的爷爷 是郑北王 他 我们送家 不安了 你跟我好朋友 我好疼 呀 这两个畜生 虽然下了狗大两条 好看 潜坤无极 往来有序 破 我是在做梦吗 你不是在做梦 初颜 你没事了 初郎 我其实不想跟你递婚的 但是我一个人承担了所有 我真的好累 你要是能像今天这样帮我就好了 初颜 放心 以后有我在 不用约气 你看过没有 不够 一辈子都不够 对了 昨天宋统领 没对你怎么样吧 没事了 都已经解决了 真的 当然了 你先好好休息啊 我先出去一趟 事情查清楚了 事情查清楚了 是上官交梦 比师娘下怎样 上官交梦 师傅 我还愿意说 你说什么 吴家亡了 爸你胡说什么呢 吴家可是四大豪门怎么可能说亡就亡呢 就是整天一惊一战 外面都传疯了 吴家得罪了郑北王郑北王一动之家灭了吴家 这不可能啊 没有什么不可能 你一定废物 你竟然不知道敲门呢 敢给我老子下药 对啊 就是我吓的 有证你杀了我 你以为我不敢吗 臭小子 杀死我 杀死我了 蠢 这到底发了什么事啊 你快好好说 你还是让他自己说吧 你 你 我说 我说 是吴家 这是我 我 我 你 我杀了你 啊 啊 书颜可是你金姐姐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什么金姐姐 凭什么全公司上下全要跟她的安排 凭什么她是总经理 而不只是一个小小的经理 我 我 我胡闹 楚兰啊 这件事 确确实实是摸摸她过错了 我说你别怪她 她呀 都被我给惯坏了 不要挑战我的底线 你的仇恨吸引了我 臣服于我 我将赐你无上力量 山文总 不好了 宫地出事了 什么 宫远派出给你们送医院 是 李总 李总 来的倒是挺快呀 坤哥 人命大过天 麻烦你把车让一下 别开这种玩笑了 哈哈 李总 还真是健忘 这件事 可是你起的头 吴家王呢 你的靠山倒了 现在 该把城南的项目 让出来了吧 是不是我把城南的项目 让出来 你就可以把城挪开 那是当然 好 林总 别答应他们 他们是不会山坡干净的 那我也不能见死地救 我答应 这是谁停的车 这是谁停的车 会不会停 又是你 你 你别过来 好啊 别过来 走 老婆你知道的 我本来力气又大 你下次别这么鲁莽了 你对付这种人 他就得以暴直暴 他们才会怕你 你呀 就是太善良 你来这儿送什么 听说工地出事了 我来看看 你还懂这个 我好歹也摸过孔 算过命 我懂得风水玄学 说不定能帮着忙呢 快把他们送医院 是 走吧 信济雪上 有点意思吧 你看出什么来了 你先在这儿等我 去那儿找我去 功能玄虚 有点动啊 破坏了你可赔不起啊 你是老板 想买什么 只说 一份百年以上的宣旨 单杀 莫比 年份越老越好 稍等 师傅 就是这里 唐伯隆用那个莫比 就在这个店里 师傅 小脸色 那可是我上前楼看到的 来 宣旨 单杀 莫比 小豪子 你的东西齐了 一共十万吧 爽快 等等老板 先生帽笔 我买了 钱货两兴 这现在是我的东西 老板 这笔多少钱 这笔 两万块 我出五万 把这笔让一碗 小豪子 您看要不 我再给你换一支笔 换就不用了 要想让我退回这支笔啊 你把他让给我就行 可以 可以 没问题 没问题 那这个 五万块 您可不能放回啊 赢得了 不错 不错 这果然是唐伯隆运用的莫比 这果然是唐伯隆运用的莫比药 啊 这 这是唐伯隆用过的 立马 笔还我 我不卖了 怎么 老板 你想坏了古玩行的 规矩不成 头已经坏了一次了 也不怕 坏第二次 我告诉你们 要么把笔还我 要么给我一千万的补偿 不然的话 你们可以别想走出去 你是不是想死 敢威胁我们 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 可是城北赫赫有名的西门大师 您是那个懂风水玄学的西门大师啊 哎呦呦呦 失心失心 哎呀 老夫 陈北玄 江城风水界呢 都给面了 总统我是西门大师 哎呦呦呦 失心失心 那老板 那你这个笔还退吗 不退了 不退了 哎呀 多谢这位小兄弟 高抬贵手 将你这个笔让给我呀 哎 我看你好像是在学习风水吧 这样 为了补偿你一下 我免费给你指点指点 如何呀 不用了 你没这资格 小子 什么意思 这一看就是简陋失败 恼出承诺了 哎 小兄弟 真不好意思啊 这笔本来是你的 看起来 没关系老板 我这只啊 可比他手上那只强多了 你别开玩笑了 这就是个工艺品 金价一百块钱都不到 故弄玄虚 我倒想看看 你这破关刀 比得上我这唐伯龙 这 这是 华盛无道子弟 刀笔啊 这 这是 华盛无道子弟 刀笔啊 算你有点眼疾了 这怎么可能 无价之宝 无价之宝啊 等等 怎么 还要给我指点风水吗 飞爷 飞爷 你要是 把这个刀笔让给我 我可以收你 为清传弟子 我师父诗成冬天师父 他的清传弟子 可是江城各家好门的座上宾 冬天师父 很了不起啊 宽了 不知 既然不知好歹 别怪我心里挺了 弄他 还想要吗 在树拔面前 伍者就这站着挨打的把子 找死 碰 师父 你怎么了 你赶紧动手啊 拖出来吧 会好受一点 哪来的要念 我的战斗力最多五千 他的战斗力至少十万 小姐走远啊 我今天救伤复发 先饶你 我看你不是救伤复发 而是活不过三天 你也想听 你的身体 疯狂了 听着 你丹药服用过多 丹毒未解 接下来三天 先是丹田隐隐作痛 四肢发露 第二天 口吐白沫神志不清 第三天 丹田破裂 蹊跷流血而亡 你放屁 我看你就打不过师父 故意捉弄他 我 这位小友 难道这丹毒 如何破解啊 想知道 那就拿出你那只 唐伯龙的墨笔 你 肯要多薄你就直说呀 啊 还玩这就这样 该说的我都说了 将来可不要跪下来求我救你 你跟我说 我今天造了什么年人 老天爷 你背我的东西呀 事事无成 皆有因果 老板 今天破了财 将来必有后报 是的 我 我 学校出关 出事了 曾经理你醒醒了 曾经理 你醒醒了曾经理 曾经理 何周珍 今儿过来了个极品 有多极品 江城第一美女 上官衰严 快带我去看 小美啊 让我来给你做手术吧 哎呀 周梦周 发生什么事了 总经理刚把伤脚送上进户车 突然这 哎干啥呢干啥呢 里边做术不知道啊 显示物件 给我滚开 我告诉你啊 事关病人生死 要病人出发事 这个责任你担不起啊 张先生 要不还是再等等吧 总经理可还在里面做手术呢 就凭他们根本治不好的 哎嘿 你算什么东西啊 这敢消心我们 我告诉你啊 里边可是我们何主任 经重了他 你吃把刀子走啊 滚 哎 聂出 哎 聂出 你 哎呀 帮我 笨子 帮我取你公命 对 第五级 乾坤激发 破 老公 没事了 安心睡一觉吧 把实验带出去 你可废物的东西 你敢打我 你知道我这谁吗 知道又如何 当你去偷牌吗 我可是这个医院的主任 你那动我一样身上 哎呀我疼 我动了 又如何 别别别别别大哥 别打了啊别打了啊 我我我我要不赔你钱吧 好不好赔你钱 哦对了那个 我合宗都合宗都收了大哥 合宗都他特别有钱 是吗 啊 那你的命值多少钱 我 住手 你别找 你别找 哎我操 他被打死了 赶快放了合宗人 放了他 你知道他对我老婆做了什么吗 你简直是无法无天 快去 公主执法队 是 哈哈 小子 你烦了 执法队 你知道谁吗 执法队的队长 那是我大哥合宗都的人 你烦了小子 过招 让我看看是哪个废 现在还对你合宗都地上去 赵队长 赵队长 你快把人贼我抓走啊 赵队长 把手举起 不然 我给他开枪了 赵队长 你确定要给我开枪吗 承起 说下不开 赵队长 赵队长 你什么意思啊 你赶紧把他给我垫走啊 他对我老婆头目不悔 赵队长 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臭子康 你打我干什么呀 我哥是何祖宗的弟弟啊 打你 你害我差点得罪了张先生 我现在恨不得杀了你 张子 我哥你不再走 压死天狼 张子康你等着吧 你 你 你 我给你 我给你 张子康跳 怎么告诉我 哥 是非不分 包庇下属 我要是你 早就引咎辞职了 你 你闻了 你打伤了何家二爷 何总都不会帮我你呢 我等他来找我 说什么 赵子康把二叔抓你听老了 是啊 这个吃里巴巴的处子 因为当了执法队队长 就无法不天 连二爷都敢抓 因为什么事情抓了二叔 查清楚了吧 好像是 二爷对上官素颜 有所想法 被上官家那个废物罪序 打了一顿 就被抓了 赵子康简直找死 不抓凶犯 却抓我二叔 同志下去 罢免赵子康一切职务 另外 带你个人所有去抓凶犯 是 你刚恢复 早点休息吧 不行 公司出了急事 我必须把平常帮落水 那你把汤先喝了 我包的 有心子包汤 不如想想 接下来要做几年牢吧 你打伤何主任 恶意中伤他人 将他打入死牢 何都查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何主任被他打了四十寸段 铁阵如山 怎么可能是误会 把他压下 怎么 赵队长没有和总督府通报吗 别以为有赵子康给你撑腰 就能肆无忌惮 我告诉你 他现在自身难保 根本顾不上你 是乖乖跟我们走 还是打到你跪地求饶 楚兰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没事 别担心 我老婆还没有婚妇好 被他惊扰他 我帮你走 把他带走 你说 你说 这一下子要坑到你身上 还叫得有多惨 怎么 现在连审分都跳过了 直接上行吗 是又怎么样 感动和家人 弄死你 说吧 想先放哪里 是这儿 还是这儿 还是从你最没用的地方 你笑 姓何的对我老婆动手动脚 我废了 怎么 你也想试试 还愣着干嘛 就上 别以为有点三角猫中 就是四 再几乎 都不塌 你要干什么 你也别叫何泰了 你干脆叫何苦了 你想干什么 告诉你 别以为你是何家人 就可以为所欲为 何总督怎么会用你这么废了 妈的你敢羞辱我 羞辱你怎么了 妈的你敢羞辱我 羞辱你怎么了 就算你那个爹在这儿 我骂他 他也得官官受着 我弄我总督 我弄死你 妹子 你要弄死谁 爸 你来得真好 快弄死他 他说大伤了二说 还说连你 闭嘴 江城总督和海 见过张先生 我爸 他 闭嘴 你过来跪下 张先生道歉 行了 别言口肉计了 何总督 以后管好你的手下 尤其是何家人 是你张先生 爸 他到底什么身份 只能您这样对待 郑北王三番领 刺毁的出面 你觉得呢 郑北王 没错 那个老家伙 仗着江城是他的房子 根本不把我这个孙 都放在眼里 太儿 你要记住 做大事者 不拘小姐 更要能一日 啊 难道说 那件事情有答复了吗 冬天师傅那位大人 你想答应我 祝我灯上 灯上位 清儿啊 给别 怕是有二十年了吧 上官伯父 正就十八年了 当年清儿 被一个老道士带走 我就知道 他肯定会有大出息 想不到现在都是 冬天师傅的二星天师了 妈 当时你不是和我说 说清哥是被人贩子拐卖的 这辈子不完了吗 上官伯父 我当时和舒颜妹妹 有过婚约 不知道现在还做不做数 清儿啊 我们家舒颜她 做数 刚然做数啊 清哥 你怕是还不知道吧 上官舒颜呀 早在五年前就已经结婚了 怕是无法和你履行婚约了 上官伯父 你们上官家随意毁婚 怕不是欺我冬天师傅 无人吧 清儿 你别激动 这婚约的事啊 可有商量的余地 只不过你现在 对为冬天师傅的意思 我和我们家树颜 也不上 对对对 只要你不嫌弃啊 我让苏颜离婚 妈 害舅舅出来 怎么 那个废物又惹什么事了 妈 你怕是还不知道吧 就在今天下午 这个废物 打伤了何总督的弟弟 什么 这个畜生 还要害死我们上官家呀 区区一个总督府 还害不了上官家 你是 是 清哥哥 苏颜妹妹 好久不见了 清哥哥 你能救出来吗 上官苏颜 你怕是脑子有什么大病吧 难道你不知道 你跟清哥从小就定下婚约了吗 现在缺残了 就你那废物老公 就是呀 苏颜 还不赶紧跟清哥哥道歉 阿姨 不用 只要是苏颜妹妹想要的 我都会尽全力满足的 喂 通知一下总督府 放了那个 张楚兰 放了一个叫张楚兰的人 清哥哥这样真的可以吗 书颜 你知不知道 现在的清儿 是冬天师父的二清天师 堪比镇北王府的冬天师父 你还算有点藏死 你清哥哥这次下三啊 就是专门为了和你的婚约 你不但不和那个废物撇清关系 你还让清哥哥去救他 你可真是 清哥哥 对不起 我有老公了 哎呀 苏颜 那个废物有什么值得你这么惦记的 大不了你和他离婚好了 不了 妹妹 我不介意你有过一段婚姻 哪怕是去救你现在的账 但只要你一句话 我祝国清 便心甘情愿地为你赴汤蹈火 我决定了 苏颜 赶紧跟那个废物离婚 把和亲儿的婚约提上日程 爸 怎么 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这冬天师父 乃是绝世宗族 如果我们上官家 得到了冬天师父的屁股 何必还困在这个小小的江城 这就是你们上官家的嘴脸吗 把我老婆当筹码 这就是你们上官家的嘴脸吗 把我老婆当筹码 你这个废物竟然还能这么快回来 看来亲儿的电话起作用了 这么快就把这个废物给放回来 你就是苏颜的丈夫张楚兰吧 冬天师父 二星天师 诸葛清 你算什么东西啊 配合我握手吗 放肆 亲儿好心好意地打电话 通知总督府把你放了出来 你是什么态度 废物就是废物 看见比自己优秀的人只能无能地怒吼 我需要他救吗 他只不过是个二星天师 哪有什么资格面临总督府 你少说两句吧 刚亲哥哥打电话我都听到了 师 师父 您现在在哪 上官家别墅 我马上到 清儿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们家出了这么一个废 让你减少了 无妨 我和书颜的婚事 我可以等 但是张楚兰 你刚才如我冬天师父 你是不是得给我一个解释 实话实说 叫羞辱吗 清儿 你别理他 你还是多讲一讲冬天师父的事吧 阿姨想听 好 既然阿姨想听 那我便说一件趣事吧 恩一战将可是数次前往我们冬天师父起伏 每起伏一次便大胜一场 所以我们冬天师父可谓是恩一战将的伏地啊 张楚兰 你笑什么 张楚兰 你笑什么 我让你很久了 我告诉你 不好意思啊 我只是想到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我告诉你 你再站过 你都给我滚 那恩一战将后来呢 后来啊 这恩一战将 托尔恩一求见师父 托尔恩一求见师父 恩一大人 您怎么来了 我是来给我师父端茶送水 洗衣叠背的 给你师父端茶送水 清儿啊 您竟然收了恩一大人为徒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没有提前说的 到此来 你这个废物 还不赶紧让开 你说我的师父是他 恩一大人 清歌可是冬天师父的弟子 他不是你的师父 那谁是啊 我的师父天纵奇才武力盖世 你觉得你是吗 我的师父一五双绝 横压当事 你觉得你是吗 朱克星才出学险 不会做恩一大人的师父 但是恩一大人 您这到底是何意思呀 我想说的是你们上官家有眼不识泰山 恩一大人你说的该不会是是他 恩一大人你说的该不会是是他 福尔恩一拜见师父 今天怎么突然过来的 你教我那三项不就是为了让我今天过来的吗 行 挺有误性 你这个徒弟 我说了 多谢师父 那今天徒儿学的第一堂课是什么呀 那咱们就先从看相开始 都说是相有心生 你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师父 我看他命中凹陷 财博扁平 这辈子呀 怕是没有什么大气韵了 好 挺有误性 师父 那我第二堂课是什么 第二课不提 先回去 是 那徒儿学先告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恩一大人怎么会拜你为师 我之前送了一些丹药给恩一大人 没想到这丫头就是你死期 丹药 老婆 我当晚几天神棍 偶尔会得到一些药材 炼制成丹药送给恩一大人 丹药 别的丹药 你们一个摆摊的吗 你怎么还会炼丹药 我明白了 你一定是用没有方法骗了恩一大人 对 没错 这被在我们上官家丹药了五年 如果他真的会炼丹药 那五年之前怎么会被树严想到疯狗一样给救回来 你要不还是赶紧将恩一大人坦白吧 不然得罪了他 我们上官家就完了 好好好 我明天就去坦白 听你的 徐会长 您投资五个亿需要多少股份 然关小姐真是吃鞋 不过 我不要股份 徐会长 来到您转行做慈善了吗 上官小姐说笑 这五个亿我要的是您承担地下的东西 徐会长 我不愿意的意思 只要上官小姐答应 这五个亿我立马西数奉上 权利是五千万美金的定金 还请上官小姐好好考虑一下 不用考虑 我们继续 上官家的事 什么时候轮到一个废物追续做决定啊 老婆 我考察过上来那块地 下面有一座古墓 徐总 如果你的目的是古墓的话 那我们就不用再谈了 然关小姐 学个师成成五个亿 您再考虑考虑 我很好奇 徐会长有什么感兴趣 我徐天龙虽然没有通天的本领 但是这么多年 立委还是有一点点 在整整的权势面前 我的这些权 只不过是一打一打的废纸 但是 最近 我认识了一位大师 只要我帮他搞定古墓的事 我就能成为真正的人上人 你说的大师 不会是陈北璇吧 你认识奇门大师 真 这么有句古墓 叫 新西游战 为俊杰 我的这两把太刀 一定能要了阁下的命 还请阁下好配合交出古墓 不想二位 也不想肉皮肉之果 怎么办 听说西门大师 京东阴阳玄玄玄 尤其是邪术 不用搭理他 老婆 我们走 姐姐 舒颜 舒颜 舒颜救我 徐天柳那个畜生 他不减绑了我 他也对我 相关小姐 我知道你二位向来不合 您把合同签了 我帮您做掉他 那你就尽快动手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些小把戏 你胡说什么 姜梦还在他手里 你们这些小伎俩 瞒不过我 好你个上官舒颜 竟然对我见死不救 你为什么要跟我耍这种心机 怎么就不行 徐会长可是答应我 要是你答应签合同 他就给我一个亿的筹金 你们可倒好 竟然对我见死不救 那既然这样 徐会长弄死他们 到时候我代表上官家 和你签合同 那孟九姐这样说 我就放心了 默契不信师傅 请您吩咐 默契不信师傅 请您吩咐 我让你做的事情 办得怎么样了 我正在办 陈美玄 要是不想死 就赶快来黑龙商会 你等着 我把这儿过去 好你个臭小子 敢对我师父大虎小笑 我看你是找死 一个子 你要是不想让你师父死得太快 我劝你换个态度和我说话 楚兰你不要再逞强了 徐会长 你不是就想要古墓吗 好 我签 徐会长 不用搭理 弄死他们 到时候古墓一样是你的 我再给你项目的三成利润 江梅哲是说的有道理 不过 如果上官小姐 敢陪我睡上一晚 我也会放过你们 如果 找死 废物 就凭你也敢威胁我 找死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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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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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师父来了 还不赶紧下回求饶 陈北璇 你确定要我跪些吗 张楚兰 谁给你拿呢 赶紧张先生无尼 张先生 看清 救我一命了 我说过 别到时候跪下来求我 我们走 谁什么警官 废物 废物 从现在开始 把你捉出神门 没有打得本旁白的计划做事 我就 撞死你 张先生 是谁 张先生 是谁 到底谁你给出了主意啊 賤人 老家弄死你 师父 好 玄龙大会马上开始 我们的计划要开始 是 张先生 有 救 救命啊 我可以为此散几家财啊 只要你弄出手 救了你 然后让你弄死我 不会不会啊 还有这个 这是三天之后 玄龙大会的邀请函 到时你可以去看看 十年一度的玄龙大会 有点意思啊 既然如此 那我就救你一条 好好好 世元 你先回家 我马上回来 张楚兰 你今天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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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先天灵脉 修炼者的词 刚刚这一缕 足够治好你所有的病 好 谢先生赐宝 这先天灵脉 五年之久 用了几十种天才地宝 孕养而成 不过时间太短 效果太差 但令人更蹊跷的是 我明明已经用了阵法 屏蔽先机 但却还是被人下了邪数 不是我 真不是我啊 之前有一个人跟我说过 上官先生家里面那个宝藏的事 那个人嘛 披着个斗笠 找什么样子都看不清楚 玄龙大会那个 邀请安就他给的 越来越有意思了 沉寂五年了 各种妖魔鬼怪 都出来了 师父 爷爷想请您来趟王府 走 你们这是 你们这是 敬国师父 封国四境 大产将起 这次 非彼以往 我祝有令 明老夫 前去北京战手 那将前 还请天师战一挂 好 天师如何 大凶 我 师父 你确定没有弄错吗 哈哈哈哈哈哈 看来这次 老夫要战日死沙场 我宿愿就要实现了 我沾的不是你 而是大下国的国运 大宣 隐隐有断裂的迹象 谁敢断我 能过国运 哪怕老夫一死 都要将他们 王族灭种 我这里有三个锦囊 你把它交给国主 告诉他 不到万不得已 不可打开 天师 这次一边 恐怕再来相见 这是王令 可以调到王府 三千轻卫 算是老夫 送你最后的礼物 王爷有心了 告辞 这次 那个老夫死得终于走 爸 大案的行动开始了 我急准了 召见丑下 把低功振备王府 是 让人 总督大人 如此兴师动舟 是想造反吗 就是造反又如何 镇北王不在 恩义战将不在 你们王府 就是一群土鸡瓦狗 来人 敢对镇北王府动手 何海找死 老邓哥 如果你现在退回去 我可以饶你一命 废物东西 你的矿山都走了 整个江城我 何家最大 你拿什么刀呢 不用我的废话 这人 我才算大 至尊天师好久不见 东天师傅的人 难得你还记得 当年的部下 五年未见 别来无恙啊 外敌当前 东天师傅竟然叛变 不愧是林沐雪 那个畜生交出来的人 你敢羞辱林至尊 找死 你 你竟然敢杀东天师傅的人 杀他 狂了 大家一起杀 我相信他一个人 他 都是我千军万马 动手 你还有什么一言 不好意思 我看你是没有了 我是个废人跑哪儿去的 舒妍出成祸了 你这个废人跑哪儿去 舒妍出成祸了 清儿 你是东天师傅 九长老的弟子 神弄广大 你快看看 我们家舒妍郎 这个到底怎么回事 是啊清儿 你快救救舒妍吧 我就这么一个丫头 她要是有个什么 算命 身材长了短的 我也不活了 不用承他 说完我能救 你个废物给我滚开 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来这儿搁一人 就连亲儿都束手无策 你还在干什么 你个混蛋 你是不是判着我们家女儿死 上官爷爷 睦睦 你们不用着急 我已经请了我师父了 他马上就到 那就 那就 还让我们家亲儿好痛 废子 你看看人家亲儿 再看看你 我马飞 普天之下 如果连我的救不了 别说什么九成了 就算是大罗身仙来了 都没有用 什么人这么大的口气啊 是吗 就是他 就是他瞧不起你 辱没了我们冬天师父 弟子见夜 给他这颜色瞧瞧 凡夫俗子 岂止我冬天师父 鬼神莫测的手段 我倒要看看 是什么人 敢敢口出狂言 师父 区区一个萧小植被 还用不着您亲自出手 弟子一根手指 就能镇压一趟 住手 你 我的身份暂时不能暴露 以免家人受到牵连 以免家人受到牵连 跪下 是 你打我干什么呀 身为冬天师父的弟子 仗是欺人该当何罪 不 不 不是 不是师父 弟子 弟子知错 公银酒长老 还请您救救我这苦迷的女儿吧 酒长老啊 我这女儿 一直昏迷不醒 医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呢 是 这位先生 您有何高见 我老婆丢了一魂两魄 问题出现在这块佛牌上 我老婆丢了一魂两魄 问题只要出现在这块佛牌上 闭嘴 这里哪有你这个废物说话的份 哎 言之有理 当务之急是查到这佛牌的来历 聂徒 这佛牌是你的 师父不是我了 这是那个上官交梦 让我送给舒颜的 我也不知道这佛牌有没有问题 解灵还需寄灵人 当务之急是找到这送佛牌的人的所在 还不赶快诡计找人 是 我们也去 见过天师 你能没事 哎真是太好了 起来吧 天师 弟子无能 救不了负雷 丢魂宣布不是你能解决的 眼下 只有找到玄龙凤灵草 炼制成九转还魂丹 才能救赎 玄龙凤灵草 我知道哪有 就在今晚举办的玄龙大会上 就有一株玄龙凤灵草会被拍卖 那看来 只能去玄龙大会了 我跟你去 不用 臭小子 你害我被师父教训 这仇我可记下了 等我参加完玄龙大会 你给我等着 看来书颜昏迷不醒 你难辞其咎 你放屁你 那佛牌根本就没问题 还不是我那师父 稀里糊涂的 就信了你的鬼话 你这个废物来这干嘛呀 我来干什么需要向你报备吗 倒是你 是谁让你把福牌给舒原的 我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 你知道怎么样才能有资格 进玄龙大会吗 是要有名声在外的风水大师举荐 才有资格参加 就凭你这个废物 配吗 谁说张先生没有资格呀 老夫陈北玄 举荐章先生参加玄龙大会 就算你们能参加又如何 玄龙大会上可是群鹰会翠 你们这两个废物 能干些什么呀 玄龙大会上可是群鹰会翠 你们这两个废物 能干些什么呀 你怎么知道 我进去了就不会有什么作为 废物你懂什么 此次的玄龙大会 可是分为拍卖会和比武大会的 你嘛 不过是我们上官家养的一条狗 你是能在拍卖会上摘得珍宝呀 还是能在比武大会上一鸣惊人呢 张楚兰呐 我以为你这么硬气 是背靠了什么大佛呢 原来你的倚仗不过是我们冬天师府的一个不入流的企图罢了 可笑可笑 庆哥 和这一老一少说这些话有什么用啊 浪费口舌 等到进去了之后 他们就知道什么叫做云壤之别了 哈哈哈 不好意思啊 来晚了 无妨 废物 今天有我在 你休想在玄龙大会上斩活任何东西 是吗 那我倒要看看 你有什么时候 是我以待的 欢迎各位高人参加此次的玄龙大会 接下来将由我主持此次的玄龙大会的第一阶段 玄龙拍卖大会 我们开门见山 接下来请出我们第一件珍宝 玄龙凤灵草 不会是玄龙大会啊 既然连玄龙凤灵草这样的宝物都拿出来拍卖 这株灵草的价值保守估计五个亿 是啊 这玄龙凤灵草可是疗伤胜药可遇不可求啊 清哥 这株灵草你不会和我抢吧 那是自然 我的目的是此次拍卖大会的压轴重宝 神渊赤销剑 双赢喽 张先生 你对这个人有感兴趣啊 如果是真的 那我势在必得 就凭你 也配和我作对 你还不配做我的对手 在拍卖会上任何物品都是以价高者得持 你不会连这都不知道吧 你 开得出来 大家热情高涨 我就不卖关子了 玄龙凤灵草的拍卖现在开始 起拍价一个亿 每次出价不得低于一千万 两个亿 两亿三千万 五亿 五亿 废物 你拿什么和我作对啊 你不是势在必得吗 你以为我会跟你一样 花五个亿只能买一株草 哟 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 你可真没见识啊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 卷入玄龙凤灵草是杂草 连玄龙凤灵草都不认识 是谁带你来丢人现眼的 看这小子的穷三亚 估计没钱负责 拍卖会价 所以啊 想把水饺 和红水波语 我提把这个小子的去接人 和他自己赶出这个拍卖道 这位小姐出价五个亿的价格 请问还有人加价吗 五个亿一次 五个亿两次 五个亿三次 恭喜这位小姐 以五个亿的价格拍得 学龙凤灵草 井底之蛙 没见过玄龙凤灵草吧 江洞 你就大发慈悲 让他好好看看这玄龙凤灵草 省得他以后看见真的 却说成杂草 就有人现眼 蠢不自知 蠢不自知 玄龙凤灵草 生于北明极寒之地 根无虚 枝无芽 藏身丸实 出土有一乡 你手中的 不过是壮如 玄龙凤灵草的 无名草而已 毫无功效 老先生 这个点击上机子 我给玄龙凤灵草 就是这个样子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死鸭子随硬 苏井 接下来请出我们的第二件真品 龙龙山石 常年受天使抚灵气滋养 至于庭院之中 好处无穷 你拍价一百万 每次出价不得低于十万 两百万 哟 我说你这个废物 为什么这次会来参加 玄龙大会呀 原来是想捡我们 都瞧不上了垃圾呀 老先生 这个石头看着很平常 也三思而互行啊 两百万第一次 两百万第二次 两百万第三次 无人家乡还不落水 恭喜这位先手 以两百万的价格 拍下龙龙山石 这种傻子当笑 今天我就让你们开开一眼 拿你来的什么 花了两百万 买个龙山脚下的石头 还把它当珍宝 土鱼啊 你倒是让我们看看 这石头里面有什么玄妙啊 你该不会说这个石头里有真正的玄龙凤灵草吧 张楚兰 如果说这石头里面真有玄龙凤灵草 我当场给你磕一个 这话可是你说的 什么东西居然这么像 好像是这土鱼手里的树根传出来的 这怎么可能 根无虚枝无芽 藏身完食出土异乡 灵力浓郁 这 这是真的玄龙凤灵草 那那个是真的 那我手里的是什么 什么 这好像有一股土腥味 哈哈哈哈 哎呀 跪吧 你狂什么狂 你拿根破木头 你说是就是啊 跪 站住人 你对我做了什么 肃静 接下来出场的是本次开卖大会的压轴重宝 神渊赤宵剑 此剑不是凡物 因此不是拍卖品 而是有缘者得知 何为有缘得知啊 此剑来历神秘 虽是至宝 却也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拥有的 想要证明与此剑有缘 须拔剑出鞘 这么简单 把剑拔出来 这剑就是我的了 正是 诸位 在下诸葛青 乃东天师府九长老 郑松真人 敌传弟子 这柄神渊赤销剑 乃是我天师府不外传之至宝 唯有天师府传人 方有资格拔出此剑 诸葛青在这儿 都胆请在座的诸位 给我们天师府一个面子 大家就不要白费力气了 因为在座的所有人中 只有我诸葛青一人 有资格拔剑出鞘 获此至宝 原来是冬天师府的高女 就算过我们一百个胆子 我们也不敢抢天师府的自保啊 哎呀 可惜了 我早跟着这个神医院持球剑 是个神兵力气 他哪 你得让他弄什么气 放心 他还没资格拔出世界 笑话 青哥可是冬天师府的二星天师 他没资格 难道你就有资格了 没错 臭小子 别以为你走了一次狗屎运 正能在我面前装枪做事 他俩打个赌你敢不敢 你想赌什么 如果我拔出此剑 你把书颜让给我 然后双手奉上这玄龙凤灵草 如果我拔不出此剑 我诸葛青打道回府 从此永不下山 顺手奉上我的全部家产 如何 敢拿书颜赌术 也亏你小子想得出来 行 我今天就让你死心 我干嘛吗 你输了 你输了 我请你来 连东天师府的嫡传弟子 都拔不出来的神渊赤小姐 他是怎么拔出来的 这可是天师府的至宝啊 他能拔出来 他到底是什么人啊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堂堂天师府至宝 你 你有外人怎么可能 天师府的传人都拔不出这柄剑 难道 难道你是一品大天师 天师 一品天师 他念我为天师 今朝何人能使 东天师府 迪传弟诸葛经 拜见一品大天师 原来你是一品大天师啊 弟子拜见一品大天师 原来你就是师父口中的 那个大天师 你知道我的来历 你这个我师父的手下败将 侥幸活下来的废物 你不好好地夹着尾部做人 如今还敢大摇大摆地 再往面前暴露身份 哈哈 原来你是他的徒弟 藏得够深啊 我师父杀你如土狗 既然你侥幸活下来了 那今天我就替我师父杀了你 要不是他偷袭 就凭他也配是我的对手 谈兵败将也敢叫嚣 受死 我给你一刻钟的时间 如果林沐雪不来 我便斩你祭天 我师父举世无双 他一定会来诛杀你这个余孽 借我一水火之处 死到临头 还敢嘴硬 给我装嘴 我来 罪有应得 好大的胆子 我看谁敢掌握本天师的弟子 竟然是个女人 看样子这女人不好者 天师打得过她吗 没想到你真敢来 如今你是蝼蚁 而我是这大下国的至尊天师 我有何不敢来 今日 我便诛杀云野斩草除根 师父 师父 他废了我 杀了他 替我报仇 放心 今日有为师在 你不必担心 五年前我敢杀他第一次 今天我就敢杀他第二次 他 必死 七世道明 被信弃异的叛徒 安敢猖狂 真是可笑 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我的实力 进来 雌龙在云 红碧九天 我可能这五年我潜行修炼 大神功大成 怎么会是你这个废物的对手 守过日月战星辰 世间融融正啊 本尊之力 其实你这个七十道物之辈 可以成活的 今日 便不清你本部 你可有一言 张楚兰 你真当我没有后手 此时不诛杀此留 更在何时 张楚兰 你打得过我一个 你打得过我们所有人吗 这些都是我这些年精心培育的高手 杀你足以 五年了 你还是上不了太阳 雨人多 谁怕你啊 属下旧驾来迟 请至尊降罪 属下旧驾来迟 请至尊降罪 袁林 林木雪 你还有何话说 张楚兰 我劝你好自为之 你会后悔的 死到临头你还痴人说疯 笑话 给我带进来 书院 无耻之徒 他现在体内缺少一魂两魂 已经被我施下了朱天玄雷阵 没有我的施法 不出半可 他就会被五雷轰顶 江湖是江湖了 祸不及家人 你这么做就 废话少说 成王败寇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好 放了书院 你我决一死战 笑话 你再和我谈条件 你若想他活着 除非今天你自断双臂 自费修为 我倒是可以给你个痛快 张楚兰 你也有今天呀 快按我师父说的做 否则我立马杀了他 住手 蠢货 没了神渊赤消剑 你拿什么和我斗 书院 没事了 乾坤颠倒 浩劫为虚 散 张楚兰 你胆敢违背我的意志 不要你和这个小贱人去死 雕虫小技 也敢在我面前办门弄斧 不可能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破得了我的阵法 我以我血寇苍天 卧薪肠胆中原满 辱之道 小道尔 张楚兰 你该死 我才是天使 我杀了你 你 只你死不足惜 供养天使回归 书院 怎么样了 初兰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没事了 书院 一切由我 以后你再也不许离开我 不快的 你现在体内取少运功领破 我先为你炼丹疗伤 出手练丹 闻寸未闻哪 现在是神迹 快揣住 书院 快把我都吃下 书院 你怎么了 讨厌 我怀孕了 恭喜天使 喜得贵子